有一个趣味恒生的短片要与大家分享 与各位一起探讨一下追求女孩子的秘诀 待会儿见 这个单元要探讨在温哥华怎么样去追求女孩子 想必有很多男生都会蛮感兴趣的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戴强 Frank和何岳 一位是制片人 一位是摄影师 他们以这个为题材拍摄了小短片 已经完成第一部作品称为《车与女人》 内容风趣而颇具娱乐性 现在他们正在构思续集 观众朋友此时一定和我一样 对他们的制作过程和创意 想做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 哈喽你好Frank 戴强你好何岳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那你们这个 现在其实年轻人拍DV 其实甚至把它放到网上 其实是很popular的事情 那你们之前制作了一个 这个泡妞指南 为什么以这个为创作题材呢 因为其实泡妞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 中文当中是一个不太好的词 好像是玩弄感情这样 为什么会要起这个名字 为什么要拍这样的题材 因为我们本身创作这个题材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商业目的或者其他的目的 完全是为了针对娱乐大家 娱乐网友的目的 因为我们本身也有一个网站 我们就说通过一段时间在网上的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在网上的调查 对做了一些research之后 发现很多网友对 就说男生怎样追求女生 或者女生怎样怎样追求男生 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 创作了一个这个题材 那这个 第一部叫做车与女人 它的内容都是你创作的吗 这个内容 写都是你写的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好像 给人感觉太现实 好像你们把现在女孩子说成 有车就可以给你好 没有车根本就不来理你 这样的话会不会你觉得出来以后 会引起一些女性观众的一些反感 事实上 这是一整个系列嘛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了前几部分 然后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 但事实上 从一耳中到最后 那个男孩子还是得到他的真爱 人家还是有真情灾 所以只是在前几步来讲 去铺设一些伏笔 或者是抖一些包袱 让观众有一种反差 但最后还是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特源的安定结局 最后还是告诉人们 还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意义 对 那这个片子的音乐 是你们自己创作的 还是去拿现成 全部都是在网络上面搜索出来的 音乐部分 那这个合约主要摄影都是你 主管摄影和后期 摄影和后期都是 那摄影 你们是用专业的摄像机还是 所以我们都是用 可翻摄的 都是专业的 对 都是专业的 那你之前是一直在玩摄影吗 对 因为我之前就 对这方面是比较偏好 所以就是设备相对来讲 会比其他的要高级 那你们拍摄的过程 制作的 包括制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什么 比较出人意料 你们之前所没想到的一些困难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演员的时间安排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片中的男女主角 全部都是业余的演员 而且就是说 要么是朋友 要么是 我们在网络上面 就是说随机找到的一些 有兴趣参与的演员 所以说大家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时间很难安排 就把它们凑在一起 都有空档的时间 对 比较难凑 而且能凑到一起的时间 又不是很长 所以我们 就是说从头到尾 都比较赶 比较着急 所以希望下一步 能拍得更好一点 那你们这个经费 从哪里来呢 还是大家都是做volunteer 经费是 所有参演的人员 都是免费的 然后剩下的部分 我提供了一部分 自掏腰包吗 我自己拿了一部分 目前这个片子 只是放在网络上面 让大家去免费观看 对 因为我们还 刻了一些DVD 然后就是说 参与演员 我们都发了一些DVD 每人都有一份 那这个 你们第二部 接下来的系列续集 就是等于是 相机与女人 这个大概的故事情节 给我们稍微 介绍一下 当初我们创造 那个创作相机与女人的时候 主要因为 我们这个team 总共有 总共有六个人 我们这个制作team 总共有六个人 所以不光是 今天在做我们俩 我们俩有心能做 这里 还有另外的四个人 他们 他们 我们这一圈人呢 就是说 比较爱好摄影和摄像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有专业的相机 所以我们 既然有相机了 我们就想利用 我们手头的资源 因为本身没有人 给我们提供经费 我们就想利用 我们手头的资源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 这个相机与女人 然后 这个大概的情节 就是说 你想泡到 就是想泡到女人 你就好像 第一部里面有车一样 但是我要 我觉得你 不要说泡女人好吗 这样的话 我会很不舒服 这样 就是感觉 就是对女性的 一种不尊重 最好不要说 特别是对女性来说 对 所以我想对泡妞指南 我想很多女孩子看了 会有一些 不舒服 或者是会引起一些争议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好像 你主要是为了 起一个娱乐效果是吗 对对 而不是说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系列剧 就是说我们 打算是拍五集 前四集的话 就是说造成一种反差 感觉好像说 男生就说有钱 或者有车的话 就能够泡到女生 但是最后一个结局一定是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一安排的结局就是说 最后那个什么都没有的 他反而找到真爱了 剩下之前的什么都没有 首先泡呢 是指在里面这些反差的人 他们确实是去泡 就是说 对 但是主线的男孩子 他并没有去泡 他还是很正面 很积极的 那你们打算出五部 对不对 一共是五部 现在是正在 第二部正在制作过程当中 还拍了一半吗 差不多进度应该是三分之二左右吧 三分之二左右 对 我们在等天气 天气好会有一些外景 那后面的三部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后面的三部 它的名称啊 什么内容啊 是按照中国的声色犬马来看的 因为这声色犬马你知道了 本身就是声色场所 那现在我们有了 就是马 就是车 然后也有了这个色 就是摄影 然后那声呢 是乐器 那犬呢 是虫物 就是有乐器去追求女孩子 然后不说胖 然后有羊虫 去追求女孩子 都是为了去追求异性 对 好异性的 好女儿的欢心 对 好女儿的欢心 对 那你们这个 接下来就是这五部打算 什么时候制作完成呢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希望今年夏天之前 能再完成三部 就是包括这第二部 对 然后把它收录在一集里面 对了 就这样子 好 就是大概是 因为总共是五部嘛 所以我们想先完成四部 然后最后一个大结局的话 就是说再 花多一点时间 就是弄一个完满一点的结局 大概是这样子 看来 看了 听了刚才你们讲解的以后 我想看了最后的一集 很多女性观众朋友们 可能会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 好 谢谢 希望你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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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